疫苗 经过一千多人的接种 那么它只有轻微的乏力 不适的症状 这个比例是不超过5% 接种疫苗两针之后 志愿者全部都产生了抗体 几乎全部都产生了抗体 当然统计学上是百分之九十几 九十七、九十八这样的数据 接种之后没有什么样的不良反应 叫异常反应 那么但是呢 志愿者都产生了抗体 而且是中和抗体 所以应该说 现在的一二期临床研究 是取得了非常乐观的结果 目前的免疫程序是零十四 就是打完第一针 再打第二针 十四天之后再打第二针 或打完第一针之后 28天再打第二针 这两个程序 这个时候呢 你在到一个月之内 你就已经产生了抗体 那我们并不见 并不要求你 接种打了疫苗之后 你就不戴口罩了 其实你还是应该正常防护 现在我们推测 这个疫苗的保护时间 可能是两年甚至更长 但是这个呢 需要继续通过研究数据来证明 小的变异 不会影响疫苗效果 同样一款疫苗 可以应对不同流行株 是有变异了 其实是微小的核酸内的变异 就是病毒的RNA的变异 但是并不等于这个病毒变了 病毒 它本身的变异 并没有那么大 继续通过研究科学证明